全家一起吃团圆饭 特别温馨好吃 彰化家福中心 为让受福住家庭享用丰盛年菜 缔造幸福时光 共募集了1742年菜 受惠3300多名儿童 7日在秀水乡 一员古厕举办围炉 满汉全席端上桌 贵宾扮演格格王爷出场 一起欢喜迎柴神爷 提前感受年节热闹气氛 一年我们家福大概照顾有3000多个小孩 每年我们的年夜菜也需要到200多万 在这边谢谢我们社会各界大家共襄盛举 这次我们总共提供了1800份的年夜菜 五菜一汤 让我们的6500多个亲子 都能够得到大家满满的一个爱心 今年很顺利的就是包括彰化县政府 还有成功事实会 还有各大社团 都激情的还有企业大家一起来募 但我们在最后半个月的时候 蓝章化的我们两个服务处 几乎都快挂临 后来因为经过媒体的一个报导 然后大家都很踊跃 所以今年达成了目标 不只达成了目标 还有那个我们的二林相公所 它们再加码下去 所以说我们可以提供很多家庭 那有些家庭如果说成员比较多的话 会变作有两套 让它满足他们这些孩子 还有家人的一个需要 他们每年都很期待 那希望说借着这个年菜 不只我们在新年度 给我们家福孩子过一个好年 也让他们围固 每年都很期待家福的 目的这些年菜 彰化家福中心主任王振光 今天打扮成角头 象征古代保护当地的人物 守护家福儿 现场还有书法题字猜谜 答对者送上昂阿彪来兑换小吃 还有体验弹珠台 吊酒瓶 射竹枪等 大家体验古早时的过年气氛 公益频道林俊明秀水采访报导 啊 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